如果是一般传统的鞋子制作过程呢 可能是需要像这样或者是更多的人力 但如果是像这样一体成型的鞋子呢 就几乎全靠这50台机器大军 一个月就可以生产1万双 省区大量的人力将运动鞋鞋面 当成袜子一样来织的全新制成 关键在这里 将五颜六色纱线摆上特制机台 仔细一看就靠这纱嘴 一左一右来回运转 动纱编织全都是自动化 它就只会做这个弧形 你看我旁边都没有碎布嘛 我不用剪裁 这样我就不会浪费 30分钟就能编完一个完整的鞋面 摊开来一看还一直成型 要怎么编 要什么角度 通通电脑设定 接着就能送进另外一区进行粘合 压下去让它有点贴合 然后它压底才会密 仅次于Nike它是全台唯一 也是全球第二个做出编织鞋的企业 工厂竟然隐身在台北 很难想象40年前 是从20平的街边工厂起家 如今年业额就破5亿 比如说鞋厂外移了 我们就把这老师傅再网罗回来 那结果我们创了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其实不怕失败的 因为你失败 就是再开始就好了嘛 它是第二代老板35岁的和尚鞋 打破纺织业是西洋产业的魔咒 为了导入编织技术下足苦工 跟传统裁切鞋子比一比 一体成型的编织鞋几乎没有布面废料 还比较轻量合脚 不过缺工问题却成了现在最大挑战 织鞋还是老实讲 还是算是劳力命迹产业 可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契机 所以我们才把这个机器人产业 导入到这个织鞋产业 运动时尚崛起 老厂修到新商机 还迈进新加坡 日本等国 就是希望能重新擦亮MIT招牌 东森 采集新闻张志全 潘玉泉 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